欢迎收看这一期国动新报综合报道 第590期新闻重点 首先为您介绍超级台风海燕 11月8日夹带着强风豪雨 侵袭菲律宾中部地区 据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统计 海燕台风重创菲律宾中部36个省份 受灾民众超过430万人 目前重灾区对外通讯中断 桥梁道路等基本设施严重破坏 台湾世界展望会已经启动了紧急救援机制 第一阶段救援工作 预计募集新台币1500万元 投入粮食援助饮水卫生 并提供受灾民众的紧急避难所 发放紧急救援生活物资 来协助受灾民众度过生活难关 菲律宾世界展望会会长德拉克鲁兹表示 罹难人数不断增加 而且受灾程度因为通讯中断 还不能完全掌握 所以每一分钟都十分重要 我们将尽全力尽快地扩大救援行动规模 此外第五届宜兰城市祈祷早餐会 11月9日上午在兰城精英酒店举行 今年的主题是珍爱宜兰幸福家庭 本届城市祈祷早餐会是由宜兰县基督徒联导会主办 联导会主席五届长老教会陈伯杰传道提出了许多数据 来谈台湾家庭的危机以及教会的责任 他呼吁大家参与联署 为捍卫健康家庭价值而努力 并提出三年家庭转化更新计划 透过社区的连结产生互动 进而将福音以及和神心意的家庭价值 带进当地居民的生活之中 以上就是本期国土星报综合报道 谢谢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会